王小飞听到温蓉云长,眼睛一亮,心想这俩女倒也不错,并没有被大量的钱财迷了眼。 走进了库房里面时,王小飞果然发现这里面有着不少都是解开的,放在那里很是耀眼。 王小飞笑了笑道,刚才我说过,只能帮你们每人带一件出去,现在你们自己说带哪一件吧。 诗飞语一笑,一个大的编织袋就拿出来把一堆分好的翡翠装进了袋子里面,温蓉云也同样装了一袋,装好之后,俩女就是一笑道,弄好了,就帮我们带出这件吧。 看到俩女笑着的样子,王小飞也是笑了起来,这两个女孩子都是聪明人。 把两个编织袋收取之后,王小飞又把另一堆更多的也收了起来,这才看下俩女道。 好处是得了,到时你们可就不安宁了,怕不怕? 温蓉云就笑道,人未踩死,有好处凭什么不要?不怕。 诗飞语也是一笑道,人家要找敌人,首先就找你,到时我们把你出卖了就行了。 啊,王小飞笑道,你们还有一些地方没有找过,他们还有着大量的金银,你们怎么不找? 说着,王小飞又带着他们去搜刮了一阵,还真是搜到了不少的好东西。 王小飞都完全收进了戒指里面。 王小飞想了一下,更是把武器都收了一些,然后才驾着车子向着瑞士的方向而去。 这次算是收获巨大,王小飞知道就算是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必要再找玉石了。 敌人一而再地针对自己,真以为自己没脾气? 再次被这么多的人围攻,王小飞不生气是不可能的。 把俩女送回到了瑞士之后,王小飞看向俩女道, 你们明天就乘飞机回去,我在这里还有一些事情要处理。 温荣云就看向王小飞担心道,你不会是去找他们吧? 有些事情得面对,你们不知道情况,这事还不是你们能够卷入的。 说到这里,王小飞把收取的那些翡翠都拿了出来,要交给俩女。 到了瑞士之后,她相信俩女有自己的渠道能够把这些东西带回去。 这次王小飞是要去反击,她也怕自己出了意外。 施飞宇却是笑了笑道,还是你收着吧,回到省里面再给我们,我们相信你。 就不怕,我有一个意外。 王小飞笑着问道,温荣云认真的,你自己保重。 他们俩人也知道王小飞身处的世界已经完全不是他们所能知道的世界。 王小飞所做的事情同样也不是他们能够干涉的,只能是寄希望于王小飞没事了。 看到王小飞不断地用玉符来攻击,他们心中明白王小飞搞那么多的玉应该就是用来制服的。 王小飞既然去做事儿,多一些玉在身上对于王小飞来说也是多几分安全的保障。 想了一下,王小飞还是把那两袋东西重新收了起来,点了点头道,随你们了。 她的心中已是明白了俩女的想法,也就没有推辞。 说着,把两个玉符又递给了他们的。 这是玉符,你们也知道了它的威力,戴在身上,至少能够帮你们挡住子弹,也算是有一个安全的保障。 俩女现在当然知道王小飞的这种玉符是非常厉害的东西,急忙都收了起来。 施飞宇更是笑道,这样的好东西,我们肯定得收下啦。 我相信就算是这两块玉符,就顶得住那一袋的翡翠啦。 王小飞点了点头道,如果今天有飞机,我建议你们今天就离开,我现在得去找人了。 看着王小飞的离去,温柔云对着施飞宇道,做梦似的。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这地球上还有着他们这样一群人,我也算是与王小飞相处了很长时间了, 只知道她的医术很是厉害,没想到她真正厉害的并不是医术,而是修为。 我甚至都在怀疑我天天去吃的那个早点摊的老板,就会是一个修正高手啦。 修正高手就藏在我们身边呢。 是啊,这个世界我们不熟悉啊,真是怀疑到处都是高手,只是我们并没有看出来而已。 听温柔云这么说,施飞宇就笑起来道,这次是把王小飞叫来对了,要不然我们又怎么知道她是这样的人,她就藏在我们身边呢。 好在我们现在也得到了一种修炼的公爵,希望我们能够引气入体。